从基层来看民进党的败选的原因到底关键性在哪里 从基层来看马总统胜选这代表九二共识胜利吗 代表他的路线胜利吗 对基层来看两岸的议题在发酵同时 这个安定牌真的是奏效吗 还是人民其实有不同的思维 这是我们看在历年来的关键性的选举当中 政党的得票率从2004年 2004年当时差距不到三万票 就是陈瑞扁总统寻求连任 他拿下的过半50.11 打败了联颂配的49.89 那么接下来在2004年同样在立委选举里头 民进党是获得了领先国民党的32.83 35.72 接下来我们看就上一次的总统大选 上次总统大选双方面的差距拉大到多少 14.83 马英九总统在立委选举14.83 这是立委选举 那么总统大选更是双方面的差距拉大到16.9 马英九以58.45压倒性胜利 打败了常昌配41.55 接下来就是在2009年的县市场选举 县市场选举双方面的差距非常非常近 国民党47.88的得票率 民进党拿下45.32的得票率 接下来在五都选举里头 五都选举里头 民进党得票率更是大幅攀升到49.87 49.87几乎拿下过半 那么领先了国民党的44.54 虽然五都选举国民党拿下三席的县市长 可是呢已经落后了民进党有5.33 而在今年的总统大选当中 蔡英文拿下45.63 马英九从原来的58.45 已经下降了51.6 他的票数更流失了有100多万张 有132万张的选票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马英九总统在胜选的当天晚上 他是怎么说的 他的路线胜利了 我们听听看 恭喜大家 我们赢了 举起手高呼胜利 囊括689万张选票认同 马总统得票过半 连任成功 这不是马英九个人的胜利 这是台湾人民的胜利 青年繁荣与和平的 台湾路线的胜利 认为胜选严因是政策大方向正确 马总统带着夫人上台谢票 就算大雨狂下 气氛依旧害到爆 没有交集支持者热期 要谢谢我家人对我的支持 每半年至少会邀请在野的政治领袖 共商国事 我每个月都会邀请人民团体来跟我座谈 盛选谈话 马总统抛出朝野会谈 除了承诺未来四年一定更努力 看看马总统得票 上次获得过半支持的宜兰县 嘉义市都游览转绿 外加云林 嘉义县 台南 高雄 屏东 南台湾依旧绿油油 总得票也从2008年的765万 降到2012年的689万 流失76万票归咎原因 马总统两岸政策依旧有人 不放心 我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现在又获得了连任 所以在未来的四年当中 我这个身份都不会改变 不论我到哪儿去 我都不可能以别的身份出现 两岸频繁交流 马总统曾说过的要先进后阵 何时进入政治谈判 考验马总统之会 除了两岸 欧债风暴能否带领台湾走出衰退 更是棘手问题 未来十年内加入TPP 为目标 那这不是一句空话 能够让这些人所得的分配 能够更为平均 选民再给马总统四年机会 意味权力越大 责任也越重 连任成功才是考验的开始 好 流失76万张的选票 但是对蔡英文来讲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选战呢 我们看看这一支MV 他这首MV的歌曲叫做坚持的路 因为小英旋风所凝聚本土社会力量集结 会随着蔡小英的下一步做任何不同的决定 可能因此本土力量也有不同的走向吗 会因此消沉下去吗 我们看这支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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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用 翻译 看这支MV 一支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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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 我怕見面好海濤 滾你嘴前後 我相信一人的理想 生意再前後 見一人的路 永遠見一人的路 我怕標準 哪怕風好海 跟中國無 見一人的路 永遠見一人的路 天空就永遠 將未來的行動 照片前後 伸邊漫畫不斷 萬真意志堅信不亂 心情有美好的天山 永遠賣的情故人館 全不意生丹 多風多風 北斗做夢 全身向前逞 天之難的夢 永遠天之難的路 哪怕標準哪怕奉奉的行政過路 天之難的夢 永遠天之難的路 天之難就永遠 將未來 旋風 好 透過兩支完整的代字 我想請教市縣長 我們先從馬英九來看 馬英九勝選代表他的路線對了嗎 對於基層老百姓來講他們到底怎麼看 真的是有感嗎 無感 我當然今天在這邊講話來講的話 我最能夠代表的話就是雲林縣的本土 但是雲林縣的觀點來講並不代表 就是說這次是全國總統大選的一個 全國性的一個觀點 所以我想這個還是會有落差 但是我只能僅就雲林縣這個部分來談 我講這會比較準確一點 我個人在看的時候 這次總統的代算來講的是 馬英九所代表的是一個大中國的一個民族主義的路線 那麼小英所代表的話就是一個台灣全體住民的一個決定的路線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的話 他會感動一些基層的老百姓 三隻小豬為什麼會帶出那麼大的一個旋風 所以國民黨一直搞不清楚說 為什麼小英在那麼短短的幾年之內 然後還有包括三隻小豬 為什麼能夠感動那麼多的台灣人 也就是說他們不太清楚 台灣的本土的路線來講的話 其實是用感動那麼在打這場選舉 但是在用感動在打這場選舉的話 背後也隱含了一個我們的弱點 這個弱點就是說 好像是四手空拳在打江山 所以你看到國民黨的話 他們用一種 比如說一個大的中國的一個民族主義的話 在包圍整個的路線 這個的話包含了中共的 還有包含了美國這邊的 還有包括的政商 這些企業界的話 這樣的權力的投入 再服選馬英九 這老實講的我們都非常的吃虧 那我覺得這一次的話 總統大選來講的話 我選完以後的話 我心裡頭最感到難過的一點就是說 其實小英只要做他自己 這場的選舉就打得非常的漂亮 那麼我們再回過頭來問一句說 什麼叫做小英的自己 其實小英的這本書的話 把小英自己的話已經詮釋得非常的清楚 但是整個選舉的過程 我是雲林縣競選總本部的主任委員 我發現到整個競選的過程裡頭的話 小英有沒有當他自己 那麼小英這本書裡頭所詮釋 小英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他的歷程到底是怎麼樣 我嗅覺不到 我發現他這本書裡頭的話 他從過去當陸會的主委 還有當做行政院的副院長裡頭 他在這本書裡頭 關於九二共識 還有包括小三通 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他講得非常的清楚說 比如講他有講到一句話非常的重要 一個中國這個節一定要先解開 國民黨把一個中國當成是不容挑戰 不需要再討論的現實 但是他覺得小英覺得 兩岸關係不只是統一和獨立的問題 兩岸要能夠更和平穩動的互動 我提出了國家安全網的設計 所以他在陸會當主委的任內 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國家的安全網 還有看到2008年在馬總統執政下 兩岸政治的重點似乎只有開放 這個基本上都是小英 在這本書裡頭提到的一點 所以他說他難免對台灣的未來 他會感到憂心 因為在馬政府的引導之下 國家安全問題好像只剩下軍購 所以在2000年政權移轉的時候 陳前總統的話 在就職言說就提到說 要以盡早開放兩岸三通為目標 所以兩岸三通為目標來講的話 其實是陳前總統當選總統那個時候 還有包括小英在當陸委會主委的話 就一直在推動的問題 可是問題就是說 當民進黨執政八年的話 我們在兩岸交往 我們的進展 還有我們是穩定的 那我們是國家是安全的 在整個國家安全的 這樣的一個網絡下面 在進行小三通 還在進行兩岸的經貿的往來 但是問題是這個部分裡頭 在這次的選舉裡頭 我們完全看不到 也都沒有琢磨到 反正就是說我們因為九二公司 還有包括什麼簽了二個法 還有比如講的話 一些兩岸的經貿的往來來講的話 我們並被打到趴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 在民進黨的兩岸的論述上來講的話 小英在這次的選舉裡頭 沒有回歸到過去他為國家的貢獻 還有他在主張兩岸這個部分 要怎麼樣去進行 經貿之間的關係來講的話 並沒有凸顯出來 我覺得這是很可惜的一點 所以今天的話馬英九在講說 他什麼青年 繁榮 和平 那對我來講的話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鬧劇一場 因為如果兩岸之間的經貿關係 沒有小英在當陸委會主委 當時首推的小三通 那麼也就沒有所謂今天 今天的整個經貿的發展出來的 一些關係 那還有來講的話 我認為國家安全是不能在兩岸之間 不管要發展什麼的關係來講 國家安全是不能讓渡的 這個部分的話是小英 我覺得他這個部分的話 是抓得非常的穩重 所以今天小英沒有當選總統 我認為的話是台灣人的損失 因為未來來講兩岸的關係的話 當然是逃避不了 勢必的話就是會繼續在發展 但是繼續在發展來講的話 要走的路線到底是怎麼樣的路線 那麼過去從小英當陸委會主委 還有他當行政院副院長 所帶領的台灣跟兩岸之間的 所堆砌起來的關係來講 讓老百姓是感覺是安全的 是穩重的 那我們的國家的主權是沒有讓渡的 但是現在呢 在馬政府所在推動兩岸關係上來講的話 老實講國家主權是迷失的 老百姓是不安的 這種不安定感 也反映在609萬票上面 所以以後呢 馬政府你要怎麼樣對這609萬票的這個選民 你要讓他們怎麼樣有安全感 這是為了台灣面對的一個很大的一個挑戰 建國雄 在地方呢 他們怎麼去看這個所謂的兩岸的因素 人民到底是怎麼看的 因為我們知道說 其實在國際上 我看過幾個數字 幾個觀光客比較頻繁進出的地方 像日月潭的阿里山 乃至於說有獲得了中國一些 可能商機獲得好處 像台南雪甲等等 其實包括阿里山等等 他們的這次投票率 投給國民黨的是下滑 下滑 所以某種程度來講 我們必須要去 真的對這些農漁民 真的是給予他們肯定 了不起 就是說 你現在靠中國 在撐起你的溫飽同時 可是他們腦筋非常非常清楚 知道說 可能你現在養魚養整半天 他沒有跟你拆港 就沒有跟你拆港 你魚也沒有拆港 他觀光客不來 你可能收入也沒有 這些人沒有因此說 靠這個中國的奶水 能獲得利益同時 票反而投給國民黨 沒有喔 在今年總統大選裡頭 像阿里山 日月潭 國慶 台南雪獎 他們投給國民黨的得票率 通通呈現下滑的情形 所以我們想了解 中國因素進入農業縣市裡頭 包括基層百姓 他們的感受 他們的觀點到底是什麼 先生不是要先補充 現場先補充來 我要看一下 就是中國比如講的話 在台南的話 他們跟一些三百萬人氣座 我在講說 台灣的市場跟中國的市場來講 我們還是必須回歸到市場的觀點來看 你想日本人的時候 也有跟富林館的農民有客座 但是日本人跟富林館的農民的客座 來講的時候 譬如說 它在農事的一個基本環境 還有基本條件 包括在經營的這個過程中間 它是騎入一個基礎 騎入一個基礎 然後大家共同成長 這個方向來跟你發展氣座關係 所以你台灣人跟日本人 經貿的網絡 你會培養出一些情感 但是中國跟台灣之間的氣座關係 太過於政治味道太重了 這種的政治味道 所以我們來講的時候 農民一定感受不到 來 靖國雄 我應該這麼談 就是說 英尼縣 它是一個農業大縣 那多數的農民基本上 也知道 中國它一貫的一個手法跟作為 我這兩年多前 就是管理選舉的時候 農委的主委 含嘉義縣 翁議員 也特別宣布說 翁崇軍 對 翁崇軍 說要買一千八百噸的柳燈 已經隔三年多 我覺得好像一千八百噸 好像到現在 還完全沒有達到那個數量 還欠我們百幾斤 沒有賣就對了 所以一次過一次 我剛才說 比較爽力高的時候 才會用這種教授 基本上農民不是空的 農民不是公的就對了 所以一次過一次騙 而且有太多我們台灣的農民 本身也有叫他們 歸去中國 那邊去導出 什麼新台灣樂園 什麼等等等的一些地方 那基本上都受到中國 很大的這樣的一個 我應該講傷害兩個字 然後 煞於鵝龜 所以基本上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 怎麼傷害 怎麼傷害 太多了 我們的技術外醫 外醫 外醫以後 那個技術就變他們了 那個土地 整個的成果就是他們 後面接受 對… 接收把你的人員都取代了 對… 這不是一件 這是連線 一再發生的整個狀況 所以我想 雲林的農民也有接到這樣的訊息 有太多這樣的狀況 我們一直在訊息的接收 所以這次說 馬英九打出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九二公司 還是說 面對到台灣公司 我倒覺得看待一個狀況 是讓我更擔憂的 這次還有其他國家 為了我們不去主張台灣 主張九二公司 我們主張是台灣公司的過程裡面 結果惹了美國、日本 涉及到他們的利益 呼呼呼呼跳出來 發表一些言論 沒錯 當然這對一些中間經濟的選民 或多或少 會有絕對的一些影響 我在谷坑的地方 我聽到之前一個 也是吉利的一個好朋友 沒有 他跟我講 他立委會支持我們 但總統可能沒有辦法 我就很驚訝 為什麼 他說 光光的整個這樣的一個步驟 已經進到某程度 不能再往回走 再往回走 會傷害到很多很多的 這些相關的 這些工作的人員 相關的一些產業 他沒有希望 還怕逃逃逃 然後 他是一個兼具導遊身分 他自己有一個團體 有一個協會 他就Push這樣的聲音 一直Push 我覺得他是會影響的 我覺得剛剛劉立威有提到說 比如講柳丁的問題 我到中國大陸去的時候 中國的高幹也跟我提到說 他們政治採買台灣的柳丁 因為是透過融會系統 結果因為台灣的柳丁到中國 那邊去的時候 因為沒有經過篩選 所以整個柳丁的時候品質不好就對了 所以反而是中國的市場 和中國的消費者 因為這樣子政治採買 政治採買的緣故 而接收到台灣的柳丁的品質不佳 所以他們反而對我們印象不好 所以我要說 還是要回歸到市場的機制 就是說如果中國的話 不斷的採取這種政治採買的路線 反而是對台灣的農產品是有傷的 那台灣也不要隨隨便便的 就比方說中國要政治採買 我們就覺得好像是巴不得 好像是天寒掉下來的禮物 就要把貨品送過去 我覺得這個長遠來看 都對我們反而是不好 是 來 金永大哥 其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 他們的操作的手法都是一樣的 去年11月 婚姻館老大後60幾天 土豆都爛爛去 爛爛去 那時候這個農委會有下來 有下來 管政府參與農委會的聯絡 農委會有下來 有處理嗎 那個月有處理 有快嗎 老實說腳步很快 但是呢 過去三年完 不是說大家都這樣 都這樣 都風修 都風雕無尊 也不是啊 也有很多農產品 價值棒棒 受到天然災害 但是政府會處理的態度非常慢 甚至是沒有處理的就對了 所以國民黨的操作的手法 要對農民嗜好 那是有政治性的 有這個 不是叫季節性 而是任期性的 選舉如果你要到的時候 沒關係 它會幫你關心一下就對了 這是國民黨的操作的手法 中國共產黨操作一樣嘛 都政治性的一個採購嘛 對我們農民 對我們農產品 要給我們買什麼 有的是開箱比較多 有的是剛才的關鍵的時刻 比如說選舉到了 今年要做選 所以說它就這樣 要放一些利多的消息出來 尤其是有一些不長進的這些政客 在這個時候 又紛紛跟中國那邊眉來眼去 造成農民一些錯誤的一個認知 但是這個所有錯誤的認知都是減少的 古董來說的時候 他們知道這是靠不住的 這是絕對靠不住的 所以說中國固然是積極的要把這隻手 來深入到台灣 全台灣各地 不只是農業縣市 農業縣市就利用我們的農民 或是比較天津 要來用利誘 其實就是長期的觀察 我想他們不會上當 我必須要再拿到這點就是 馬英九剛才好得送到這樣 我們贏了台灣路線 他講台灣路線說什麼 說我這青年繁榮跟和平 國民黨一百年多 一百年多的黑金體制 會因為你馬英九執政四年 就變得青年了嗎 青年是國民黨的路線嗎 我絕對不相信 他只是在消費特定的案件 特定的人而已 就跌掉 繁榮無感啊 鬧繁榮 你四年來鬧繁榮 到最沒了 並說無薪假的問題 很多的政見跳票 國民的收入降低等等 繁榮是無感的 無感就沒辦法感覺到 所以說你要加強去宣導 沒有東西你就無從宣導器 你說和平 和平是什麼代價 和平就是主權流失的代價 如果這是你的所謂的台灣路線 如果這個路線就是造成你 勝選的一個原因的話 那你這個勝選 老實說基礎是非常薄弱的 未來的四年 你要遭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戰 這第一點 第二點 他還宣誓說半年就要跟朝野 進行一個會談 每個月要跟社福團體 來請教等等 大家腦筋裡面一定會有一個印象 馬英九 過去四年到處跑 他就那一本筆記錄 這邊聽一聽 然後記一聽聽 記一記 記什麼 不知道畫漫畫 還是在塗鴉 其實那都是無效的 包括在這樣子的一種氛圍底下 你說要去進行所謂的朝野的會談 你說要去進行所謂的跟社團之間的對談 其實都是騙人的 都是豪小的 過去四年 大家對他的印象就是藝人決策 就是行政權獨大 就是不尊重國會 你會傾聽誰的聲音呢 你的聲音的來源 只有單一的來源而已 未來四年 馬總統在尋求連任之後 他們的日子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我們休息片刻 馬上再回來 謝謝